對我來講我進了慈祭 真的是我人生的重生 以前都是為了家庭 為了小孩 我不曾說為了大眾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一進慈祭 環保起步 讀書會文法比誰都精進 我很慚愧就是因為 我在花蓮二十幾年 我常睡畜牧業 我除了養殖以外 其實我跟社會是脫節 一直到我回到 因為先生的身體狀況的問題 關係 所以我結束花蓮 我結束花蓮 我回來 回來宜蘭 你今年幾歲 六十歐 我六十 今年剛六十 所以剛好六十就重逢在此 搬回宜蘭三姓鄉老家 二十萬伴 想重逢意外遷起這條線 當然有些時間我們會有活動 活動跟我回去看爸爸的時間是非常緊張 那一定是自我穿在身上 然後有這個來來去去 大家會看得到 那我就是這樣一路看他做慈激 他很無私的付出 無所求 他那個精神完全的投入 他真的是他那個 那個精神感動的 而人群中一百五十五公分 嬌小各自 楊志忠二三十年前 陸續被朋友騙投資 三千多萬不翼而非 人生低谷 接觸佛法 都很平順 有誦經 也是在2005年 我的口頭上就是說 我有能力 我要不知 一定要不知 所以在兩年前遇到賴建隆師兄的時候 他就跟我引導到慈激大家庭 受政是自我肯定 更是自我鍛鍊的起步 叫我們是菩薩 那就提醒自己 對呀 我的菩薩心啊 不要攜帶下來 在佛法所說的菩薩 不是在我後面的 那菩薩的 在火雅油這樣練過來的一尊菩薩 不是 我們是生生世世 鍛鍊在慈激菩薩道上 對紅包是全球刺激人的傳家報 歲末年中 宋舊 銀鑫 這一刻內心洋溢 滿滿幸福 要為來年發更多的好願 主持不懂 全選誰 一百千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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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和共揚 最努力 太陽升起 讓我們看到灰山朝日 帶一新聞 蕭智傑 天志中 警員集郭金縣 宜蘭報導 醬